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我们以前的叠加法不好用 叠加法都是针对的质量的积分法 这个东西都不太好用 那么我们接下来用能量方法来看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学过能量方法之后 可能会和大家正在学的结构理学里头的叫图成法 会有个对应 觉得你这个能量方法积分这个东西是不是和图成法是相关的 确实是相关的 但是图成法对于这个驱赶它就不行了 你驱赶你怎么图成啊 没法图成 还是得用我们积分的套路来进行求解 那么考试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是这样 要求大家尽量用我们这门课所讲授的知识来求解 卡式定理啊 或者是我们这一章呢 还有一个叫所谓的单位立法 单位立法呢 我们不准备给大家讲了 就是因为单位立法它实际上是卡式定理的一个变种 做了一个变化一个推导之后得到的单位立法 那么单位立法其实跟大家的叫图成法呢 就更是一回事了 驱赶用叫图成法没法求 我们看用积分法怎么来做 用一个能量方法 卡式第二定理呢是这样 反正你对质感驱赶套路都是一样 只不过呢 在我们这个题目里头要注意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当时定义广义立和广义位移的时候就说过 我们的广义立和广义位移 它的能耐有多大呢 它不仅仅可以代表一个集中力 同时可以代表一个集中力有 它还可以代表一对立 你像现在这个圆环切口上 做了这一对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本来是应该是一般意义上是两个立 做了两个界面上的 对不对 但是到了这个广义的这个体系里头 它就是一个 一个立 一个广义立 另外 这个 它本来要求的这个张开处 不张开量 截面的张开量 其实是两个截面的一个相对位移 左边往左边走 右边往右边走 那么应该是两个位移 那么到了我们这个广义的体系里头 它这个两个截面的两个位移啊 其实是一个广义位移 而且它们俩之间呢 正好是具有对应关系 是吧 你看 作用的截面一样 性质一样 因为集中力和线位移 它这个是线位移 对应 是吧 另外 它的方位也对应 它在水平方向 位移也在水平方向 好 那么接下来 你就按照我们卡式第二点的操作的套路 来来来来做 那么这个只有一个力 也不存在什么区分了 然后 跟要求的位移对应的广义力 正好有 就是这一对外力 作用的上的外力 就是我们要找的对应的广义力 所以前头的这个环节都直接就解决了 接下来最主要的就是求 进入到那个第三步 就是求这个钢架 横戒面上的内力 那么在以前对于驱感来讲 不是说错了钢架 驱感 驱感横戒面上的内力 那么以前我们研究过驱感的内力 我们说过一般驱感横戒面上的内力 三样 轴力 简力 和玩具 都有 那么从这个题目给的一致条件来看 它只给了个一爱 对吧 那么也意味着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简切一般来讲 简切变形是非常小的 一般是都是略取笔记的 不说 这肯定都是略取笔记的 那么 肯定有轴力 但是轴力呢 在这个驱感和钢架里头 在那个轴向的拉压变形上 机具的这个应变能 和弯曲变形上的机具应变能去比的话 那么这个拉压变形上的应变能 也是非常小 可以略取笔记的 如果它没有特殊的说明 它只要没给EA这个东西 那肯定就是略取笔记 像这个题目就这样 那么我们只需要考虑 弯曲的话 那么就只需要求这个弯曲 把弯曲方程求它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取这样的作标系 对于驱感当然就不能取XYZ了 就取一个极左标 取一个用这个FY角度 与牵锤方向构成的这个夹角 来定义这个截面的位置 那么这个截面定义好了 是这样的FY角之后 我把它切开 切这么一段 切这么一段 之后把它作为分离体来求 这个驱感来讲 你要是目测 这个弯曲轴力简利定多少呢 有时候还是比较麻烦 不如画下这个图 那么在这个切口上 就暴露出来有内力了 有哪些呢 简利弯曲 简利轴力和弯曲 这三样都会有的 我们说不考虑在轴力和 拉压变形和剪切变形上 急剧的应变能 但并不是说 这个驱感的横尽面上 就没有简利和轴力内力 内力是肯定存在的 而且这个内力大小也是不能说是忽略不计的 忽略不计的 那就可能就不平衡了 是吧 你这个力这么一作用 肯定轴力简利都会存在 只是说在拉压变形和叫剪切变形上 机具的应变能 它比较小 六七级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求这个弯曲行了 简利和轴力跟我们没关系 求这个弯曲 这个弯曲得多少 怎么求啊 这个怎么求啊 那么求弯曲和梁里头一样的 都是对你这个截面所在的行星曲句 是吧 你对这点曲句的话 这个简利和轴力不就都不出现了吗 所以这个句就直接和这个力的作用 产生的句就相等了 是吧 因此我对这个截面的行星曲句 行星曲句的话 那么这两个力没有 只有这个集中力 集中力对这点的句怎么求啊 这个F力啊 对这点的这个鼠标无耻 这个点这点的句应该怎么求啊 它具这项怎么写 应该是力乘以这个力的作用线到这个巨星的这个距离 是吧 注意啊 不是到这个力的作用点的距离 很多同学可能没整太明白 这个对这个力对这点的距离 力的作用点自这儿 它就力乘上这个距离 错了 是吧 是力的作用线 注意是力的作用线到这个巨星的距离 所以那就只是高度方向的这个距离了 因此高度方向的距离 我用这个半径上的这个距离来算的话 就很容易写了 这个句就等于 F F乘上这个距离 你看这个距离就是什么呢 就上边 上面这个距离 这个悬 这个悬高的这个距离 就是半径R乘上一减cosφ 我直接写出这个结果来了 并没有再去列这个屏幕方程了 那么在这个驱赶里头 正的负的弯矩 本来我们在驱赶里头也是说 你可以随便定义的 是吧 那么到了这个我们 卡式第二定理里头呢 更这个正负影响 更是可以不管它了 更是没有什么影响了 就写出这样的结果来 好 马上接下来根据卡式第二定理 求弯矩 求先导 看着屏幕 看着屏幕啊 很多同学 求偏导 求偏导 对谁求偏导呢 对你这广义立求偏导 那么现在大家要注意 现在我们这个广义立 就是一对立 就是一对立 所以求偏导就是对这个 F求偏导 不是说对哪一个 对或者是对哪一个球 完了球两次或者什么 没有这个概念 就是对这个 现在就是一个立 就是我们的广义立 求偏导 最后求上结果 就剩下就是它了 好 这是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做好了 带入卡式第二定理里头 去做这个积分 那么注意 这个积分 这个围段呢 就应该沿着弧长 取的这个围段 DS 对吧 如果直角坐标 那是沿着梁长 取的长度 DXDZ嘛 是吧 这个是沿着弧长 取的 带入进来 把弯矩方程和导数 带入进来 另外呢 这个沿着弧长积分 划成对角度的 一个取的一个 取这个V 区间吧 是吧 换成D5 R2成D5 那么积分区间呢 本来是沿着整个杆件 积一圈 0到2P 那么由于它这个问题 现在是左右是对称的 所以我可以只积半个 这个圆环 0到π 积一半 然后乘一个2 就行了 是吧 其实也就是说 你现在这个积分 积出来的 不乘2的话 其实是单边的 单侧的那个 张开的那个量 乘2 就是相对为1了 最后提出来 整理一下 就是对它做这张积分 那么这个积分 会不会 这个三角函说 应该已经是最简单的 一个积分了 最后积出来结果 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数 正的说明 确实这个相对位仪 是互相张开的 和这对力 是同方向 那么就互相远离的 这样的一个位仪 好 我们关于卡式第二定理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相当于是通过三个例子 这三个例子 非常有代表性 我建议大家 回去我们做作业也好 包括书后来很多习题 你选几个 来实践一下 这个部分内容 做这个习题 或者考试的话 最主要的 看你有没有这个耐心 因为有的钢架 上面载荷越多 越多 一多了之后 就要分段就要多 分段多 每一段都要去 写弯曲方程 写弯曲方程 有的同学不熟悉 那你用平衡的方法 去分离体 那就 就是看你的耐心 能不能保证 这个每个细节 能把它做好 做对了 难没有什么难的地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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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